我老爸正在弄着这条大鱼 然后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啥呢 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房车行车安全的一个事 因为这几天看到很多起 这个就是房车过陷高竿 结果就忘记了 没注意看或者是不小心撞到了 有些甚至撞得非常非常的严重 比如我们画面这一个 这可能就是一个手机拍摄的撞得很严重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你看这个图片也是在网上看到的 撞得都非常严重 那今天呢岛主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能避免啊 或者减少这种撞陷高竿的几率 首先呢有个小技巧 就是我一般出行的都会用导航 因为出去都是陌生的城市嘛 导航的时候啊 其实它是有选项的 比如说我呢 现在用的是百度地图比较多啊 百度导航 那百度导航呢 它其实是有选项的 首先呢我们打开百度地图啊 然后左上角啊 跟着我的设置就能找到了 不太好找 给我头像点一下 点完之后呢 看这就是我的车了 我车已经输入进去了 没有的话就写添加车辆 那点进去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管理车辆 管理车辆呢 然后我这下面呢 就把它设成货车了啊 看到没 这就是我的车车牌号 然后呢 我把它设置成为的中型货车 看到没 排放国六 蓝牌汽油车啊 然后呢 车辆参数信息呢 我总重量 我给它设置成三 其实不是的 但是你可以这样设置啊 因为它实际的话呢 它不属于货车嘛 总重量三 载重一 那合起来就是四吨 那跟我现在的总质量也差不多啊 车长呢 因为我前后驾驶的11米多 所以我设置成12米 车宽呢 是2480 我设置成2.5米 啊 车高呢 是2880 我设置到2.9 那这样的话呢 你有一个这样的设置啊 设置好了之后呢 你看 嗯 车长 有这个长度了 宽也有了啊 然后呢 高也有了 那主要是这几个数据比较重要啊 那设置完了之后呢 点个保存 哎 更新信息成功了吗 对不对 更新信息成功了之后呢 等我再 我再导航成功之后呢 那它给我导的路线呢 相对就会 就会躲避一些线高啊 比如我现在去遵义室啊 遵义会议的旧址 哎 那它就会在这里设置了啊 包括有窄的路段 它会提示的 整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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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路段啊 基本上地图上有的线高 它都能避过去的啊 包括这个高德地图啊 也有这种选项的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高德和百度都有的 你把自己车呢 给它尽量设置成这个货车 然后长呢 就是你车的长度 高呢 你的高度啊 如果是旅居车 能设置成高度 你就这么设 设置不成 你就也可以把它按照货车设置 因为我后面在挂车嘛 我是一定要设置成12米的 这样的话呢 只要是它导航走的路 基本上都能走啊 那这里呢 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就是我们也不能完全的信任导航 所以说开车的时候啊 遇到那个限高啊 我们要本能反应一下 万一它临时加的限高啊 或者导航没有记录的啊 也不能完全信信赖导航嘛 就是这减少这种 不创限高杆那种几率啊 撞限高杆的几率呢 什么呢 就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 开车的时候 只要看到限高 你就本能的反应 我能不能过去啊 每次都养成这个习惯啊 就好了 这个通常这个这种情况 一般是发生在什么呢 新手新手开惯轿车了啊 这个大车呢 开的时间少 第一第二呢 就是老手也会犯的错误 就是这么溜神了 脑子想事情啊 就奔着往前开了 因为老司机有的时候 是凭凭着本能 一溜号 他凭着本能在开车 这时候可能就会忽略到限高 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 还是要集中注意力啊 看到限高的时候多注意一下 那岛主呢 就是在 现在也是带着老爸老妈啊 房车还中国行 那有什么好的心得啊 有什么好的体验 有什么好的经验 都会分享给大家的啊 那也感谢大家 一路以来的支持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微信公众号啊 小蜗牛载警图 里面也有相关的一些 技术啊 怎么找营地啊 房车改装安装 怎么选房车的介绍啊 里面有我的私人微信啊 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小蜗牛载警图啊 然后关注完了进去 输入一句话 就是微信啊 两个字 我的微信自动推送给你了 有事你可以直接给我私信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